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今天是6月18号 彦荣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我们在6月4号节目当中所预告的 6451的讯新 那么今天已经拉出第四支涨停板了 所以其实这个逻辑都是一样的 选到标股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就像我在最近一起周报分享的 罗生第二 罗生本尊 罗生的话 今天已经拉出第二支涨停了 两天两支涨停 那当然最重点是要复制罗生本尊 前面那一段 每天涨停板连续10天 10根涨停板的这一段的罗生第二 目标有70%以上 最后一天分享的把握这个机会 欢迎大家现在加赖进来留言 8374加上电话 或者是8374加上赖ID 来跟上彦荣的行列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谢谢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这两天的行情 那么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每当整个台股要拉回的时候 台积电就出现了一个及时的救援 那当然很多人说 老师你上次命中的台积电的小目标价 935块啊 那请问老师 那么大目标价什么时候会来呢 好我想这是今天很多人 在我的粉丝团留言 那么我在今天会来跟大家谈谈 这个逻辑以及什么时候出现 谈到这部分之前 先来跟大家分享 最新一期的周报 也就是今天是6月18 那就是6月16号一大早 礼拜天一大早 传出去的这个周报 其中有一档股票叫罗生 8374的罗生 当然是最近这一次的罗生 那么两天两次涨停板了 那所以呢你会发现从这个地方 你会得到一个逻辑 得到验证就是 燕榮老师所分享给会员 或者是留电话粉丝的这个股票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第一时间有长虹 吉拉甚至涨停板的这个机会 从这一次罗生 两天两次涨停板再次得到验证 当然也包括在我今天尾盘 带领会员朋友买的股票呢 一下子许武吉拉又涨停板了 就是同样的选股逻辑概念 明天来告诉大家是哪一档 好那当然重点的部分 那么您加燕榮老师的LINE了吗 如果还没有加LINE的话 你损失了些什么呢 好我在5月3号 那么LINEA当中所做的分享 就是这个光胜 那光胜的话 如果你当时有加LINE 有留贴图的 你可以直接看到 6442的光胜这档标股 那当时呢 从这个5月份到6月份 股价在150块到180块之间游走 那结果呢 那么从6月2号要发动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了 我说这个股票呢 即将要发动了 那6月2号周报也分享 结果每天都涨 每天都涨 终于今天 哇终于停下来了 那整个获利的幅度呢 这个地方也超过70%以上 那这边 如果你还没有加LINE进来的 你就损失太大了 赶快还来得及 因为这个逻辑概念 这个成功的方法 一直都在 随时可以选到很棒的股票 会在我的LINE当中来做分享 所以也欢迎大家 现在就加LINE进来 小老鼠小A178进来 那么记得留贴图哦 或者说如果你 已经加进来 还没有留贴图的 请记得一定要留贴图 留贴图的重要性就是 我们所指定的通关密码 那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系统 可以追踪你的轨迹 那我们一旦 这个燕容老师的标股一出现 就会把像这样的一个标股 来传给大家 所以请记得一定要加LINE进来 小老鼠小A178 加进来之后留个贴图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当然今天最重点的重头戏 就是罗生第二 罗生第二的目标有70% 那么它最重点的部分是什么 最重点的部分可能会像光盛一样 有这样速度的感觉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连续飙涨的两个礼拜 70%的空间 那甚至呢在这个地方 它会像是罗生本尊 像索罗门 像昆颖一样 可能半个月的时间 就让你资金翻倍 所以罗生第二是非常的珍贵的一档股票 目标有70% 今天是最后一天分享 欢迎大家留言来做一个索取 如何留言呢 小老鼠小A178 写下来等一下做一个留言 或是打开手机 赖当中的行动条码 来扫描这个QR Code 都可以做留言 留什么呢 好您可以留言 8374加电话 或者是8374加上赖ID 就可以直接来跟上彦荣老师的脚步 好那当然重点的部分 也欢迎大家来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那把的部分在今天收在22757 这真的是一个 涨个不停的行情啊 主要是台积电跟鸿海轮流主攻 那今天包括细光子机器人 概念股IP股 那么在这个地方都相当的强势的 做一个助攻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 特别注意的是 整个行情的一个走势上啊 如果台积电 它拉到1000块附近 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要特别小心了 那么这个地方小心什么 小心是否先压空头 什么叫压空头 就是大家所说的嘎空啊 为什么会嘎空呢 因为空头受不了了 空头跳进去买了 那这部分我们就要从这个资券的变化 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心理状态 市场的这个投资人 他目前的心理状态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资券的变化 来一窥他的究竟 好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看 好融券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一度也做回补 然后到这个地方一路的慢慢来做一个 从这边一路慢慢来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这个放空增加 这里也是开始慢慢做一个放空增加 但是这两天啊 那我敢说今天也是一样 可能大家都不太敢再空了 融券的余额不太会增加 这个时候融券户他在犹豫啊 他在犹豫我到底要继续空下去 还是我要去做回补的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急拉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压空头 大家弄不住啊跳下去它买回来 融券市价不计价回补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指数拉上去 当他拉上去以后呢 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这个融资户 哪有这个厉害呢 企业这个强 融资户也会跳进去 那跳进去之后呢 可能就后继 你看这潜在来买盘嘛 潜在来买盘就融券户嘛 已经补完了 还有潜在来买盘 融资余额啊都买了 谁来晚餐啊 谁来买这个股票呢 是不是 所以买盘会造成一个断点 造成一个空白 所以呢 这个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个 大黑K线 或者是长上引线出现的机会 所以这就是我这两天 跟大家强调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 先压空头再杀多头 但是你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会在什么地方出现 我认为在台积电最近 最近的高点区附近 那不一定是千元啦 所以呢你要去了解 台积电的目标价在哪里 这很重要 所以呢目前还是一个多方看待 多方看待 就算最近出现了一个 先压空头再杀多头的动作 但是回撤之后 还会继续创新高 因为A指标数据是有 创近期的新高的 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所以行情呢 可以说是遍地黄金啦 大家不要轻易的退出市场 每个阶段不一样的策略 大家一定要拟定好整个操作策略 台积电其实今天再度跳空上涨 那前两天的小目标价 我在这里跟你定了935 命中最高 935刹到901 905附近嘛 对不对 主要是因为A指标数据 拉到0.09附近 那我也说行情还没有结束 因为势必要A指标数据 拉到0.14附近 它才会出现 所谓的大目标价 但是如果它再拉到0.14附近的时候 还有突破来到0.16 0.17以上 哇这个涨了没完没了 如果正好在0.14附近 这个行情可能就有点小一点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总归一句话 现在要先遇到的就大目标价 就是A指标数据 拉到0.14附近 这个价位对照的在哪里 大家都没有 有不要涉飞标 明天早上7点钟 我就会来告诉你 明天早上7点钟 我在赖当中会直接告诉你 你现在留2330加1 你要先加赖才能留言 加赖留言2330加1进来的 我会直接告诉你 台积电的大目标价在哪里 上次直接一字不差 命中935 这一次我想我也有这个把握 会命中在最高点区附近 有兴趣想了解的朋友们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2330加1 好红海的部分 红海的话事实上去年就是买106的 出在140附近 140附近出太早 然后觉得心里面很受伤 所以这个心病要心要医 你就把它做对了 做对了你就你的心病就好了 那所以你看这边 166 167代货员买5月中 拉到185 同时在这边就预告说 目标在186 当然是不是又命中了 那186你知道你就出185 所以我带会员跟刘电话粉丝 出在185 那最近在这边187 又做了一次 又做了一次 然后你看现在拉到201块 201块 那当然其实目前走到这个位置 哇三次0.1是吗 我说过的这都小目标价 真正大目标价在这里 0.21对照的位置 但是我说 涨到这个位置我就放深嘛 为什么 不要追高啊 可是如果他再回测下来 指标数据回到前低附近 那又是一个机会啊 下一次的目标就是来到 这个0.21附近所对照的大目标区嘛 所以你说行情怎么会结束 大目标都还没来 台积电的大目标也还没来 怎么会结束呢 还不会啦 所以这边的话呢 还是要尽量来找个股来做 只是这边的选股难度 真的有点高了 你一定要找到真正的高手 学到正确的方法 才能够在这个行情当中 立于不败之地 那鸿海的部分 我认为现在你不要追高 如果他回测下来 A指标数据回测这里 或者是这里的时候 将会是下一个买点 那这个价位 我会把它留在 明天早上7点钟的Line当中 如果你有兴趣 想了解鸿海下一个买点的朋友们 那我说啦 你鸿海 我每次从去年到现在做了三次 每次都赢嘛 那你觉得你要跟谁 大家如果不嫌弃啊 大家如果不嫌弃啊 我下一个买点出现 我还是会带货员来买 当然这个股本这么大的股票 也能跟大家分享 这都是没问题 那你想要跟着做的都没有关系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买进价在哪里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2317加1 2317加1 好那另外就是热门股的部分 那么还记得我昨天跟大家送你什么吗 我昨天送昆盈对不对 那今天是不是昆盈杀低下来 又留下影线上去又收涨停板 是不是所以这热门股你不要小看他 有时候才刚拉低一个长红K线的时候呢 机会还有上礼拜送你的3374的精彩 是不是也拉了三只涨停板上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谈到是两档股票 要来送给你 你可以来把这个买进价带回去 重点不是他的股名 重点是那个买进价怎么计算出来的 所以今天我送你的是3450的联军 以及1570的利肯 利肯是你可能比较陌生 他是工具机是做钉枪的 钉枪的 那3450的联军是这个细光子概念股 如果你有兴趣的可以留言3450加1 还有1570的利肯 那么把这个买进价带回去 好不好 好那我想当然重点 还是一定要记得加赖 加赖的好处是什么 当然加赖留贴图的好处就是 像光盛这样的标股出现之前 我会先提醒你 半个月的时间就拉了70%上来 真的连续标涨了半个月 我一天效果 今天终于啊 终于拉回来了 真的是涨不停的股票 那我要给你也都是这种涨不停的股票 我的标股几乎都是60% 70%起跳 所以燕龙老师 揣回完做股票 那么我经常说嘛 不三三五三 这是不可能去做的股票 不可能嘛 如果要做当冲都是4%到6%以上 我没验证给你看 验证太多次了 这样知道意思吗 隔日冲的话 有时候都可以扩大到7% 8%以上 所以这就是重点 所以如果还没有加赖进来的朋友们 记得加赖进来留言 留一个贴图啊 这样系统就会知道你的轨迹 有标股出现 就会直接传给你好不好 好那我想重点就是这个粉丝的福利 这档罗生第二 一旦发动起来就涨个没完没了啊 就像罗生一样啊 那么十天十字涨停板 就像这个光盛一样啊 两个礼拜啊 没有一天跌的每天都大涨 那么半个月时间就涨了70% 所以一定可以重压 而且就算大盘进入这个亚空沙多 他一样会逆势狂飙 甚至超越大盘的涨幅 那这档罗生第二目标70%起跳 那粉丝朋友们 如果你想自己操作的 你已经有概念的 你就不要找我 我也不想收你当会员了 你就自己操作 大家不用客气 这是不用会员 就自己直接来索取 自己来索取 那如果说你想要跟我操作的 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来索取 但是整个留言的方式不一样 如果你想要自己操作的 你就可以加赖小老鼠小A178 现在写下来 小老鼠小A178 现在写下来留言8374加1 那如果你希望燕隆老师带你操作的 那么你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8374加电话 或者是8374加上赖ID就可以 所以8374的这一个罗生第二 罗生第二它的一个速度感 当然6月份的低点目标不止一个千点 可能是两个千点 那这个罗生第二 它也会成为我的代表作 它第一时间就像光盛本尊一样 那可能就是像这样 两个月两个礼拜的时间 连续涨个不停有70% 甚至像罗生本尊一样 10天十字涨停板这样的速度 当然更重点就是幅度 10天十字涨停 甚至像索罗门 甚至像昆盈 那么在这边啊 两三个礼拜的时间就让你资金翻倍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现在就加赖 小老鼠小A178进来 那现在呢 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留言就可以哦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哦 好我想当然重点的部分哦 每一天我们为大家追踪 用ETF的这个走势哦 那很多人说哇老师 你在混星这个ETF真的有够准了呢 比如说你说这00940啊 在4月22号9点3 最低是9点22 9点3就让你命中低点 你叫大家来买 真的当时就第一时间 涨了快要7%上来 那最近6月6号 老师你又说主力成本先翻红 可以买 哇年车去那整天了呢 很多人说老师啊 那A字表真的有够准了 现在到底这个00940可以买吗 或者说这一波的展示 你6月6号的预告 他现在要起到什么时候呢 好这是很多粉丝朋友们 在我们赞当中的留言 大家的心声我们听到了 我们来跟大家做分享哦 那谈到这部分之前 还是要提醒大家 请记得加赞进来留贴图 来成为我的粉丝 来得到系统传给你的任何标股 好那00940 它是元大台湾价值高席 那这档股票的话呢 目前我市场上的传言是说 可能7月份会开始配席嘛 开始配席嘛 那以目前看起来 应该现金值率率应该还算起来 应该有差不多7 8%左右 7 8%左右 那这个股票其实我觉得 主要变数有两个 第一个是在长荣海运 长荣海运还记得 我昨天跟你提到吗 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昨天讲的长荣海运 昨天长荣海运 我就特别强调说 这个地方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好那么整个位阶上呢 就是有三档基金嘛 好三档基金 009190093900940嘛 他们全部有长荣海运嘛 那以00919它持有的 00919它持有13% 13% 好那另外 这一个00940它持有 差不多5万多张 它是第二张数第二张 第二多的 那所以呢 长荣海运的股价涨跌 对他来讲是举足轻重 那长荣海运 我昨天就告诉你 我说大家反弹了4天 前面的黑K线 连三分之一都消化不掉 所以我说过它是弱势 结果呢 今天开始在漏了 今天跌1块钱 但是主力成本线 终归是翻红了 所以明天一定要说哦 明天2603的长荣海运 一定要去哦 明天就没去哦 主力成本线会翻黑 那翻黑有什么好处吗 没有好处 翻黑就是每次翻黑 就是像这样子一路跌 每次翻黑 就像这样一路跌 所以明天一定要涨 明天如果没有涨 明天礼拜三了 可能礼拜四礼拜五 特别是礼拜五 它的卖压会特别特别的重 这个时候对这三档ETF会有很大的伤害 这是影响00940第一个变数 那第二个变数是什么呢 第二个变数00940的第二个变数 就是在于成交量的部分 成交量的部分你来看哦 那么这边你来看 这根大量的位置是在6月13号 有33万张 最近的量都差不多19万张20万张 有没有 大概就是20万张19万张 所以呢你看我从这个地方 是9.3提醒你买进的 一路涨 那最近在6月6号 我就告诉你的主力成本线 有没有主力成本线翻红 那一路涨到现在 那现在的话除了长荣 要关注长荣海运的走势之外 再来就成交量的部分 如果他放大到30万张以上 股价不涨 那我认为00940 可能起死地算也差不多啊 这样知道意思 好那所以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那当然一个股票能不能买 就在他的位阶 他会给大家什么地方 那前面两次 他才上市没多久 上市两个月嘛 两次转折最低价 我都给你抓到嘛 第三次的买点在哪里 燕榮会不会又再次命中 你想了解00940 第三次买点在哪里的朋友们 欢迎现在加赖进来留言 940加1 好不好 940加1就可以 好 那当然要占到百个水 最重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940的成分股 这栋有50%的空间 有50%的空间 那你想要赚这个空间最大的 就是940加2 A指标数据0.24 一定要来拿 不然我们来 我们来宣估之后 你就会对心肝 好00940 成分股最标有50%空间 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加赖进来留言 940加2 好 那散户拼命在卖啊 散户真的是 股市小白啊 闯入这个森林的小白兔 真的是很可 很可惜啊 你听我的啊 不要乱卖了 好 但你不知道他的名字啊 所以欢迎大家加赖进来 940加2来索取这档股票 好不好 好 那想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哦 还有一个状头戏就是 我昨天跟你分享919 最标成分股 有一倍空间的那一档股票啊 今天开始起崩了哦 所有投股 所有ETF里面的最标的股票就是 919成分股最标股就是那一档 昨天讲的那一档 不好意思我今天已经脱会完 已经建议了哦 好这档股票我认为两个月内 有一倍空间哦 如果你今年赚的不满意的 或是你下半年 只要做这档就够了 我认为 没有一倍也有七成 你就做这档就好了 那这档00919最标成分股哦 有时候跟你讲哦 那公票啊不买点哦 跟你讲的时间 可能也是不是时候嘛 啊现在刚刚好 虽然今天不是说这个919哦 但是919这档正好明天 是一个最棒的买点 好有兴趣 919最标成分股 有倍数空间的朋友们 也可以加赖剑来留言 919加2 919加2来索取 好那来跟大家分享 是6451的讯心哦 记得吗 6月4号哦 我在这里跟你分享 6月4号的话是182 今天是249呢 今天是249 A指标数据还是创高点的 这个是CPU 矽光子的概念股啦 因为A指标数据还创高点 所以这个途方还没结束 当然我也不希望你追高 你如果想要再赚一两个红线 我认为还有 但是这个价钱必须要守住 那当你要先知道价钱才知道能不能守住嘛 想了解讯心的关键价位的朋友们 加赖留言6451加1 6451加1 那另外的话呢 哎一样是矽光子概念股 所以你发现燕隆老师真的是 矽光子的专门户啊有没有 308月联雅 好联雅 所以燕隆老师跟白蓝老师母 有同样的地方就是 不是说这个讯心 揉起来这里跟你说讯心 讯心好 信心没有 信心呱呱叫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我在低档区 没有人在注意的时候 我就先跟你讲啊 就像这个联雅也是一样啊 联雅 其实现在我在低档区讲的时候 很多人说这有可能的企业 结果呢 对我给你说的139 今天刘到157啊 一星期的时间而已 但是这个哦 还没有结束啦 你也不要去追高 如果有杀下来哦 那么关键价位能够守稳的话 那么才是可以再买 那你想了解这个关键价位 也可以留言3081加1 所以你看从这个讯心的经验 今天多少人在跟你讲讯心 今天多少人在送你讯心 今天多少人 号称他们的研究团队 找到多少讯心的资料 但是请问你 当时光如果可以倒流的时候 今天的249 如果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回到180块以下 谁可以给你具备这样子的一个专业 能够领先的告诉你 所以你要加什么样的粉丝团 你要加的是网红的粉丝团 还是要加了一个真正可以帮助你的粉丝团 或者是直接来参加会员 你要哪一种 你自己去评估一下 好这个是题外话 顺便提醒大家不要再做错事情了 好那另外这个6462的建桩 它是精密主轴设计 隐形机器人概念股 是人形机器人的概念股 那这个股票A指标数据有创高点 今天拉低一个红线 那这个股票的话呢 如果关键交易首吻 它还有续攻击的力量 有兴趣都可以留言 4561加1 4561加1 那最后分享的是这个IP股 指纹辨识起家的这个神盾 它并购了IP厂前瞻科技 那么同时也并最近也并购了 三月份并购了日本老牌IP厂 那么正式华力转升成为IP股 那这个股票 其实我认为基本上目前在底部区 就像我当时在跟你分享 这个讯息一样 分享这个联雅一样 在相对低点区 如果关键交易能够首吻 持续是有机会的 那关键交易在哪里 有兴趣的朋友们 都欢迎加赖进来做一个留言 6462加1 好那当然最重点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粉丝的福利啊 罗生第二 罗生第二它复制的是 罗生本尊前面这段 每天涨停板连续涨十天 一倍空间的这一段 复制的是这一段 那甚至呢就像这个 索罗门昆颖一样 你发现我的股票都很标 为什么 因为我有成功的逻辑概念 我找到了复制标股的方法 所以你跟在我的身边 真的不一样 会有这样的一个幅度感 甚至像这个速度 一样都能够给你 所以今天罗生第二 目标七十八 最后一天分享 欢迎大家 想要自己操作的朋友们 小老鼠小A178 把它写下来 等一下做一个加入 留言8374加1 那想要 晏荣老师手把手 带你同步操作的朋友们 你可以把这个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等一下留言 留给晏荣 留一个8374加电话 或者是8374加Line ID 来直接跟上 晏荣老师的行列 好那当然也欢迎大家 那么来跟晏荣老师 做好朋友 小老鼠小A178 留贴图来获取 那么最棒的一个标果 那么也欢迎大家 订阅影片 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哦 好时间的关系 节目进行到这 预祝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